一段时间以来,大安斯的公开露面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 曾经黄紫焦爆料涉毒事件,大安斯已经退了一段时间, 期间媒体还爆出他已经怀孕的消息。 然而这九个月来,他一直没有再次现身公众视野, 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近日,小S一家与巨镜业赴韩国度假, 再次将大安斯的神秘消失,推向风口浪尖。 大安斯把前婆婆张兰和前夫汪小飞给告了, 说他俩持续在微博和抖音直播间, 对他诽谤侮辱,已经构成网报。 没想到的是,暴躁前夫哥这次居然没有发疯跳脚, 还在直播间一脸乐呵。 我现在很开心,我的儿子和女儿在日本和我玩了一段时间后, 变得特别开朗,现在回去每天都在平板上和我聊天, 这就让我很满足了。 不过张兰还是那个湛兰,反手就回了个律师喊。 但有意思的是,他告的并不是大安斯, 而是大安斯的律师,要求对方停止炒作并恢复他的名誉。 咋,玩呢,资本家果然是10086个新眼子, 还真是令人迷惑的一家。 明明7月份还是眼齐锡谷的状态, 甚至达成难能可贵的其乐融融局面。 王小飞的女儿、儿子终于离开台湾和爸爸奶奶去日本溜达了一圈。 王小飞甚至还向狗仔哥斯基求情, 让他别再爆料大小S的料。 都是家里事,过去了,求你了。 兄弟回头我请你吃饭,别爆他们了好吧。 这才起天,怎么又峰回路转? 对于大安斯的宣战,不少网友并不看好, 觉得缺钱缺很大。 为啥这么说? 大概是最近弯弯那边一家蹦跶的太多, 捞金嫌疑严重吧。 值得注意的是,大安斯和王小飞在离婚后的关系一度紧张, 甚至因抚养肺问题闹上了法庭。 然而上个月却传出二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张兰也终于如愿与孙子孙女团聚。 曾因子女隐私问题与汪小飞产生矛盾的大安斯, 在此次东京之行中保持了沉默, 没有再次拿子女隐私说事, 似乎暗示着两人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善。 就在不久前,狗仔葛思奇曾爆料称, 因为大安斯未给子女办理台胞镇, 导致他们无法在北京度过暑假, 而选择前往日本东京又玩。 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在大安斯的经纪人婚姻中得到密切解答, 只是透露子女从东京直接回到了台湾。 或许在如今的情况下, 大安斯更愿意避免多事, 而与子女的问题和谐处理。 这也是她和汪小飞张兰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前阵子剧经夜回韩国录了个综艺, 几天前节目花絮曝光, 在节目里剧经夜曝光了和大安斯扩别20年重逢的画面。 女方没化妆,穿着睡衣, 一脸娇羞地在门口迎接。 男方推着行李箱缓缓走来。 不过这段时剧经夜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 但吃光群众却盖得到不一样的亮点。 在节目上剧经夜还暴露了两人旧情妇然闪婚后的日常。 她想去厕所,我就抱着她去。 她如果说, 哦爸我饿了, 我就会煮泡面给她吃。 就大命, 一个成年男人抱着一个成年女人上厕所, 为她煮泡面, 到底谁听了会感动啊? 许青吗? 不瞎肉的汪小飞表示不服。 秀恩爱这话题感觉是剧经夜的流量密码啊。 去年这歌也上过一次综艺, 大谈特谈婚后生活, 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因为娶了像天使的女人。 爆料大安寺早在二十年前就沉溺满满想叫她, 而自己一直珍藏着她送她的大衣, 默默地关注着她的新闻和人生。 这比偶像剧还偶像剧, 比童话更童话的故事, 当时让不少人泪目, 当然也包括她俩的妈妈。 最近也说因为她很疼大S, 所以S妈直接把她当儿子。 她自己的妈妈知道大S曾经是她的迷妹, 更是成了最开心的人。 想想也应该, 毕竟有人接受了这个五十岁出头, 还要八十老母挑鱼刺的儿子诶。 不过说是这么说, 剧敬业的妈妈真的接受了吗? 说起大S, 她在和汪嫂飞离婚之后, 便以最快的速度嫁给了剧敬业。 当时两人闪婚, 很多人觉得大S非常冲动, 没有和对方进行深入了解, 就嫁给了对方。 后来大S表示, 她和剧敬业在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而且剧敬业等了自己二十年。 或许大S被对方的诚意所感动, 所以很快就闪婚了。 在两人刚结婚之后, 他们还经常在各种节目中秀恩爱。 然而在去年的九月份, 大S和剧敬业拍了一组杂志写真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了。 也就是说, 从去年九月份之后, 大S就秘密消失了。 时间长达十个月之多。 就算大S经常和汪小飞 因为各种事情撕破脸, 但是大S也没有露过脸, 两人只是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 前几天, 小S带着女儿们和姐夫回到了韩国。 两人在剧敬业家的客厅欢乐嘎吴。 不得不说小S真是平等地爱着每一位姐夫啊。 此情此景, 三个女儿在沙发边上习义为常。 倒是小S婆婆不知作何感想。 这个家是还没之前曝光过的巨禁业价值三十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一千六百万的旺江豪宅。 但对比汪小飞在台北买的四亿台币, 折合人民币九千万顶楼七百平方米豪宅, 只能说小屋见大屋。 娶了老婆后, 生活品质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飞生。 而更有意思的是, 最近房间传着各种各样肥琐琐的传闻, 比如出自湛蓝直播间的阴阳怪气, 然后就出了光头软镜, 并卷走单次所有财产的离奇新闻。 甚至还说他俩闪离, 巨禁也拿了巨额分手费和女性蔡燕开展幸福新生活。 这两位古早时期就传过绯闻, 巨禁也说他俩的关系比家人还轻。 蔡燕说巨禁也总会摸他大腿和屁股, 连巨妈妈都觉得蔡燕是自己心目中的儿媳妇。 这次韩国之行, 小S不仅带了女儿、妈妈, 甚至还有婆婆, 但唯独是巨禁也震惊老婆大S缺席。 结合抱着上厕所的秀恩爱证据, 又有媒体说大S癫痫复发, 甚至被巨禁也囚禁。 大S也让经纪人回应, 因为女儿儿子回台湾, 所以自己要在家照顾一份儿女, 这说法体面。 囚禁这说法确实离谱, 但如果是生孩子做月子呢, 似乎可信度高了不少。 最近夜上小S节目时, 小S就提过, 姐夫给姐姐喂饮料喂饭。 有人质疑就大S那体质, 之前给汪小飞生娃时, 就屡次说差点没命, 光头真的值得。 别人不好说, 大S或许还真就这么有, 毕竟见面没几次就和男方求婚, 20年不见的前男友也是说结婚就结, 她的人生或许真没什么不可能吧, 这一地鸡毛中最可怜的莫过于汪小飞和大S那两个孩子, 但眼看到举估计没那么快告一段落, 两个狼一样的女人还得忽思一阵子吧。 虽然大S的处境充满谜团, 但与此同时, 韩国的小S和巨警也, 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巨警也最近发布了一段, 与小S热舞的视频, 两人亲密的举动引起了这么的注意。 尽管他们是一家人, 但在视频中的亲密举动仍然让人有些意外。 大S一家的事情不断变化, 下一场持续了一年的连续剧。 人们纷纷表示, 等到开庭后, 大S可能会再次带来全新的话题。 无论真相如何, 这个家庭的事情将继续成为大赵竹目的焦点。 继续剧。